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香港新闻台制作财经节目 《创富激发点》 今日继续由我郭泳斯 请专家和大家分析一下 今个星期的投资部署策略 今日的专家就有郭家瑶先生Matthew 你好 Matthew 看回今天的市场 我自己觉得好像是缺乏一些方向 因为低开之后才升回 今日收市升百多点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表现都算OK 你看回外围 昨天虽然是升 但加上星期五个美股 其实跌了二百多点 昨天港股都没有特别方向 跌完之后 在底位都找到一个不错的支持 今日在两万点边缘 都有个不错的抗跌力 再加上A股近两天 都挺不错的反弹 所以直接都带动港股 做得比较好些 没错 今天恒指收市 报二万零二百六十四点 升一百七十三点 成交五百一十八亿 看回成交好像多了一点 始终多一点成交 显示当升市的时间 都有些人肯入市 特别是A股的气氛 开始反弹 有些好转 大家都冲劲 会不会有些政策的转变 所以这些都对市场的信心有些增加 A股有些好转 其实对恒指也有些支持 未来都会继续看好它 A股我想 刚才说过 大家估计 有没有机会有些政策转变 最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外围 经济大家知道 开始有些麻烦 出口表现可能未必太理想 下半年 另外就是内地 看回六月份的数据 上星期是出的 CPI看到各星是放缓 即是表示通胀压力 开始有一些减慢的迹象 另外一方面就是工业生产 零食销售 那些增长 又没有预期那么快 大家会担心究竟下半年的增长 是否会有一个明显些的放缓 这方面我想中央都会有些考虑 所以市场有些的揣测 即是说宏条的力度放放松一点 其实也不是完全无道理 那如果看回港股 会不会有些什么利好因素 支持今星期港股 可能会有些做好 那当然刚才说的A股 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而且大家都要留意 可能一些官员的言论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内地的官员 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些话题 可以说出来 无论针对楼市物价 经济增长 这些我想对市场的气氛 也有个影响 除了这之外 外围来说当然都不能忽视 看回美股 每周都会有很多的业绩 包括很多金融股 这些都要留意对美股和港股的影响 但美股上个星期的业绩 令市场失望 所以美股上星期五都跌 那今星期你怎样看 跌完之后 去到一万点附近 我估计大家看回业绩 其实应该都不会太差 因为之前大家预期已经下调了 所以在这方面 再带来新的失望的情况 机会会低一点 反而经济数据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为最近出来的楼房 消费信心数字 普遍都挺差 都对大家 对之后的经济增长 是有点打击的 信心方面 另外 星期三 白蓝黑都会在国会 发表半年货币政策的展望报告 这方面都会看到 究竟还有什么板斧 如果经济真的不行的话 可以还有什么板斧推出 大家都会留意 如果看港股 你预计恒指的上落区会去到哪 刚刚这两天都试过两万点的支持位 都算耗得不错 我自己估计 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坏消息 穿两万点的机会都更低 上面的阻力 暂时都看上两个星期 试过两次都不能够站稳的 一百天线为止 二万零六百点的水平 暂时都是回到六百点 二万至二万零六百 上落先